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频社 这张照片相信很多人都曾看过 早前发子音和牢笼之案受到广泛关注 相片里的女人常常被人误认为是牢笼之 实际上她的真名叫谢丽萍 只不过与牢笼之一样 她也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 亡命天涯的统缉犯 直到今天 她已经整整逃亡了24年 2020年1月 山西省运城市宇门公安局发布了一则公开信 不同于以往冰冷严肃的格式化通缉令 这封公开信可以说是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从而规劝逃犯主动投案 在这以前 没有哪个通缉犯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这封公开信的对象就是谢丽萍 在信上 警方还专门提到了全民关注的捞笼之 好言劝慰地说 也许你和老王只一样 逃亡这二十年来 酒照喝 五照跳 钱兆花 可你是否知道 与她有关联的人于是 背负齿名的父亲过世 七十岁的老母租住旧房 亲戚们接受 街坊邻居的冷眼与非议 正如他们所说 之所以写出这封公开信 不是作戏 也不是客气 更不是污润为例 而是想给她一次 法定重庆的机会 不仅如此 悬赏捉拿谢丽萍的赏金 也从最早的三万元提高到了十三万元 足见其分量不轻 那么这个谢丽萍究竟是谁 她到底犯了什么罪 是如何一步步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呢 1968年 谢丽萍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的农村 她的祖籍是山西焚羊 贾家庄 香金景村 后来随家人回到山西生活 谢丽萍有一个妹妹 他们的父亲早前当过兵 退伍后回到故乡 经营着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 除此以外 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一家四口生活过得比较结局 谢丽萍从小就长得漂亮 村里人都夸她 长大了一定是个大美人 不仅如此 她学习成绩也非常优异 并且还很喜欢画画 放到现在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 别人家的小孩 可遗憾的是 由于种种原因 谢丽萍高中毕业 并没有考上大学 但就算是这样 高中文凭在那个年代 已经算是不错的学历了 再加上她年轻貌美 上门说清的人 也是络绎不绝 但谢丽萍很有主见 她并不及时结婚 而是希望能通过努力 取得更高的文凭 为以后找到一份 体面的工作 打下基础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她找了一份工作 边赚钱 边学习 23岁时 通过考试进入韩寿大学 两年以后 她顺利拿到了毕业证 此时的谢丽萍 退去了少女的羞怯 出落得更加美丽大方 她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90年代 港台明星的颜值 可以说是神仙打架 那个时候 也是娱乐业 最为发达红火的年代 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 内地的年轻人 谢丽萍也不例外 她的内心染着一个明星梦 于是在大学毕业后 她就主动找到电视台参加面试 希望能进入这个行业工作 但遗憾的是 电视台不是一个缺美女的地方 再加上 她的学历也没有优势 最终连出事都没有通过 虽然有着报复和理想 但想要实现 似乎都没有那么简单 而眼看着 已经到了25岁 这个年龄在农村 已经算是晚婚了 谢丽萍于是 也有了结婚的打算 就这样 通过朋友介绍 她认识了在城里 小有名气的有钱人 薛福贵 薛福贵有过一个妻子 因病去世 虽然只是初中文化 但是她有现成户口 并且生活富足 事业有成 这些都与谢丽萍的原生家庭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对她而言 尽管薛福贵是二婚 但还是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而薛福贵见到这个女人 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学历高 还有一股子艺术气质 便立即沦陷 对她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没过多久 他们就顺理成章地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生活 起初也是甜蜜的 薛福贵对谢丽萍 百般呵护 什么都顺着她 但这段爱情的保鲜期 并不长 很快 两人的矛盾就显露了出来 谢丽萍是个充满 艺术气息的文艺女青年 但薛福贵 却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爆发户 三观不合的二人 每天都在吵吵闹闹中度日 更可怕的是 谢丽萍发现 看似敦厚老实的丈夫 实际上却是个朝三暮四 极其不检点的花花公子 而她第一任原配妻子的死 也藏着更大的秘密 薛福贵在第一段婚姻时 就经常在外面沾花惹草 有一次她认识了正值18岁 年轻貌美的范月英 于是便不顾自己已婚的身份 对其展开了猛烈追求 不仅在县城给范月英安排了工作 平时也是甜言蜜语 浪漫不停 设施未深的范月英 很快就沦为了她的情妇 就算家里已经订了婚 依然义无反顾地要奔赴所谓的真爱 过了一段时间 尽管薛福贵表面仍然是浓情蜜意 但始终都不愿意给亲民份 再加上家人的反对 范月英迫于压力准备回老家晚婚 而此时薛福贵的电话打了过来 她交代说 你可千万别嫁人 一定要等着我 现在我老婆的身体不太好 原来薛福贵的原配身患绝症 将不久于人世 得知这个消息后 她马上就联系了范月英 在此之后 她还故意带着这名小情人 去刺激躺在病床上的妻子 这令本就病重的原配 急火攻心 很快就去世了 可以说 她的第一任妻子 就是被活活气死的 死了老婆的薛福贵 并没有像她承诺的那样 立即迎娶范月英 三五的身份 让她更方便在外面勾三大四 对于范月英 则是若即若离 根本不打算娶回家 不多久 她就认识了长得更加漂亮 学历素质更高的谢丽萍 这样的老婆娶回去就是面子 没什么文化的范月英 怎么可能跟她相提并论呢 此时 被抛弃的范月英 在此后的两年中再次订婚 但和第一次一样 就在准备结婚的时候 薛福贵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婚后两年 薛福贵与谢丽萍之间的矛盾 随着频繁的争吵越来越深 于是 她又想起了那个对她百依百顺的老情人 范月英 而范月英也舍不得离开这个 有钱又能带她在县城生活的薛福贵 于是 再次毁婚 又跟她恢复了关系 一开始 两人还有所顾忌 但到了后来 越发肆无忌惮 薛福贵顾忌重施 嚣张地将范月英带到了谢丽萍的面前 此时的谢丽萍成了第二个原配 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辱 她选择了离婚 在谢丽萍看来 自己明明是尾身下架 丈夫居然在外面找了个 什么都不如自己的女人 这岂不是让外人看笑话吗 心里咽不下这口气 她决定要活个闪闪发光的样子 给这个父亲汉看 让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1997年 恢复单身的谢丽萍 独自来到韵城学习绘画 想要靠自己闯出一番天地 但因为资质一般 最终也没有取得太理想的成绩 之后 她回到老家县城 住在妹妹家 并在一所培训机构 教小孩画画 这显然不是她想要的那种 闪闪发光的日子 而同住一个县城 薛福贵和范月英的事 也很快传到了她的耳朵里 自从谢丽萍和薛福贵离婚后 苦等八年的范月英 终于成功上位 很快 她就和大自己18岁的薛福贵结了婚 婚后的二人非常恩爱 而且 薛福贵的父母 也很快就认可了这个新儿媳 谢丽萍郁郁不得志 而他们却过得如此滋润 心中的嫉妒之火 越少越忘 她将这一切都告诉了妹妹 谢丽春和妹夫好满仓 希望他们能帮自己教训一下这对夫妇 妹妹和妹夫也觉得 应该为姐姐出这口恶气 于是 在1999年7月7日这天 谢丽萍带着妹夫直奔薛福贵家中 晚上8点左右 敲开大门后 谢丽萍发现 只有范月英一人在家 本来只打算教训对方一顿 但由于范月英一直叫喊 情急之下 郝满仓动手将她杀死 之后 他们担心身份暴露 将其脱光以后丢到卫生间 再将丝袜缠绕在她的脖子上 试图制造出强奸杀人的假象 就在他们布置案发现场时 薛福贵回来了 当天她没有带钥匙 敲门后一直不见妻子开门 她有点上火 用手砸门 这令谢丽萍和郝满仓有些慌乱 随后 他们打开门 一把将薛福贵扯了进去 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 身高一米八几的郝满仓 直接拎起刀就朝她砍了过去 薛福贵不敌 身负重伤 就在这危急时刻 楼下的邻居回来了 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让谢好二人不知所措 这也令薛福贵有了脱身的机会 尽管受了伤 但求生的本能让她快速冲下楼梯 边跑边喊救命 谢好二人没有去追 而是很快地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满身伤痕的薛福贵 亮亮呛呛打了个车 到最近的医院求救 最终捡回了一条命 平静的小县城发生了这样的恶心事件 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警方在薛福贵手术后的第一时间向她了解情况 由于当时没有开灯 整个房间里一片黑暗 再加上紧张和害怕 薛福贵并没有看清凶手的样子 但其中矮个子的声音她很熟悉 正是前妻谢力平 与此同时 警方也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验 犯原因死亡时已经怀孕 尽管凶手试图布置出强奸杀人的假象 但验尸后发现 死者并没有遭到侵犯 在现场内 警方提取到了半个模糊的指纹 经过比对 正是谢力平的 证据确凿 警方随即对谢力平实施抓捕 但此时的她早已不见踪迹 谢力春告诉警方 姐姐外出旅游了 但拨打她的电话 根本无法接通 谢力平去了哪里 与她一起的高个子究竟是谁 通过对其社会关系的调查 警方发现 她的妹夫郝满仓 提莫特征与另一名凶手极为相似 于是立即锁定了嫌疑人 但此时 郝满仓也和谢力平一样 早已不知去向 警方随即对二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 并对谢力春家进行了严密的布控 在被监控的一年中 谢力春家没有任何风吹草动 但突然有一天 她带着儿子连夜消失了 在此后的14年间 警方先后奔赴 运城、永济、横水、铝梁、镜中等地 走访调查数百人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终于在2013年3月确定了豪满仓的藏身地点 逃亡14年 为了不被警方发现 他只能改名换姓居住在彭湖区 这个地方位于介修市最南边的西南角 居住人员非常复杂 大部分都是流动人口 而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他竟然让妻儿也跟着自己 过着这样暗无天日的逃亡生活 2013年3月6日 经过周密部署 在当地公安的配合下 宇门警方终于将豪满仓缉拿归案 随着他一起被捕的 还有犯下包庇窝藏罪的谢力春 但在这里 他们依然没有发现谢力平的踪迹 随着豪满仓的落网 他详细交代了当初的作案过程 在一开始逃亡时 为了不引起警方的注意 谢力平和他是分开跑的 所以他也不知道对方的下落 警方虽然有些失望 但没有因此而灰心 他们相信 既然豪满仓能落网 谢力平也一定能够归案 2019年3月5日 山西运城宇门公安局发出通缉令 悬赏3万元捉拿谢力平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同年年底 劳农之被抓捕归案 这里所有警察士气大震 2020年年初 宇门公安局以劳农之为切入点 喊话同样高颜值的罪犯 谢力平投案自首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他们苦口婆心地劝导其 自首也争取减刑 三个月后 又发出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公开信 但仍然没有任何效果 2020年6月 警方将悬赏金额提高到13万 并承诺对提供线索的人进行保密 组建警方要将他缉拿的决心 可就算如此 在这个信息爆炸 天网覆盖的时代 至今仍没有谢力平的一丝线索 有的人认为 他早已死在逃亡路上 有的人认为 他去了国外 甚至还有人说 他整容换了一张脸 但就算是不整容 时至今日 如果他还活着 也已经55岁 警方发布的照片 都是他30多岁时的样子 经过多年的逃窜 过着东躲西藏 担惊受怕的日子 恐怕早已不复之前的模样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 人脸识别技术 已经让很多漏网之鱼 无处遁形 谢力平是婚姻中的受害者 但同样他也是一名加害者 唯有勇敢地站在阳光下 承担自己犯下的罪行 争取重新处理 才是最好的出路 就像公开信中写到的 既有父母在高堂 亦有亲情满故乡 投案回家吧 拨打那个 为你24小时开机的号码 好 今天的案件故事 就先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